这一身铁血战士的装扮 真是奇特啊 难不成是荒野的寂寞难耐 在这片原始森林里 人已经疯癫了 穿着和身的齐腰T恤 带着帅气的连体小草帽 要是再给他配个炫酷的武器 这儿能直接变成他的梯台袖 近百斤的野猪肉完全熏制好了 这一团黑乎乎的 却是托尼安然过冬的第一步保障 但不能就这样无保护地放着 得制作个能存储的容器 要把肉像粮食一样出起来 丛林里这种粗壮的毛主很多 砍两根自己喜欢的 他中控的特性正好作为储物工具 还有额外的意外收获 一棵野生的橘子树 托尼顺手摘了几个 想也没想就往嘴里塞 这酸的他直接变表情包了 明明没熟还非得塞嘴里 这就是贪吃的后果 还是认真干活吧 竹节两端得修整平滑 得做个能密封的盖子 可以用现成的竹筒 也可以用木头做出合适的大小 主要是为了隔绝湿气 肉块按大小 分别装进竹筒 剩下的大块骨头塞不下就吃了吧 床上掉的油渣 晚上睡觉时 正好用来给一库上色润滑 当然这些密封好的竹筒 还得放在火堆上烘干 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 这样能让猪肉保存更久 带回来的这根毛竹 内壁厚实坚硬 大小合适 非常适合做个热水壶 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 多喝点热水 有助于暖身子 把不需要的部分都去掉 只留下两个像耳朵一样的凸气 在顶上弄个小孔 然后把竹节里面的隔层打通 作为倒水口 基本的弧形就这么定了 用藤条绑紧做个好用的把手 在弧身中布挖个洞 专门用来装弧嘴的 插进一根细竹竿就稳固了 为了保温做到最好 托尼还特地做了的高级木塞 烧一壶茶 在这片清新的森林里太阳西沉 悠悠品味着竹子茶的清香 这种江湖侠客般的生活 真是乐哉 这下装备也全齐了 准备过冬的工作还得继续 晾了半个月的芭蕉树皮 已经干透了 托尼用这些 给自己编一套防寒衣 技术娴熟的交叉编织 半小时就排列的紧紧有条 衣服的单面形状就出来了 披在身上试试大小和长度 根据身形做点细微调整 另一面也做好了 前后大小正合适 最后将两面缝一起 穿上身松紧刚好不大不小 不过砍尖样式 显然不太符合托尼的风格 只需再加两个短袖 托尼把剩下的树皮做成 一顶可以随意装卸的草帽 这套穿上去 简直完美的控场 整体气质完全变了样 穿上这防寒衣 下地干活 腿不酸背不疼 喝口热水 感觉全身上下 都带着一股不可一世的气场 可能是太兴奋了吧 这家伙就是在烧火时 都舍不得脱下来 在昏暗的光线下 真像是一只沉浸了的大黑老鼠 真让人服了这老六 经过一整晚的忙碌 托尼终于恢复了正常 之前收割的大米 还剩下三捆 得赶紧把稻谷脱离 把它们都储存到干燥的竹筒里 这可是最宝贵的食物了 还带着新鲜感的托尼 又重新穿上了战斗的装备 把那些枯死的稻谷清理干净 把地整理得干干净净 忙到现在 但最重要的东西 还没准备好 柴房里的柴火 已经用光了 得去搜集足够的木柴 但这次托尼 却失去了唯一的一件物品 鞋子完全开胶了 和那双黑袜子 一起完成了使命 这下真成了光脚大叔了 但托尼没有时间伤心 也似乎不太在意 毕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用新鲜的芭蕉叶 重新翻新屋顶 要确保屋内不会漏水 还有那些储存的芋头 有些已经开始发芽了 必须赶紧种下去 清理出的空地正好可以用 一个坑一个坑的种 认真的种植 明年肯定能收获满满 只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做了 从森林里 收集一些自然枯死的芭蕉树皮 可以用来再次利用 编织成一个暖和的床垫 量好床的大小 剪出合适的长度 用同样的编织方法 尽管树皮可能还有些许瑕疵 有点潮湿 但整体挺柔软的 铺上着床垫 感觉整个床都变了样 尺寸刚刚好软绵绵的 能保暖不少呢 这下睡觉质量肯定能提升 希望托尼这个冬天能温暖过 本来以为火光能照亮前路 结果这火只是为了 导到更多的超级大牛蛙 还意外发现了掉落的羽毛 能不能抓到这野味 还得看运气 好久没好好狩猎了 托尼已经迫不及待了 内心的野心再也抑制不住 弄了一大堆陷阱材料 在这片森林中 那些野生的山蜀 也该尝尝我们的厨艺了 托尼把陷阱不满了 可能出现老鼠的地方 每个可能的角落都破了陷阱 就是要广撒网多捕鱼 学学先辈的智慧 冬天的储粮 还得再加把劲 太原围栏有地方坏了 托尼又抽出两小时修好了 顺便把那些长高的杂草也清理了 还得割些新鲜的红薯 那两只小野猪长得真壮 已经完全适应圈养了 托尼对它们照顾得很周到 它们也不怕托尼了 该继续找找其他资源了 真的有不少意外发现 地面被立爪扒开的地方 看起来像是野鸡在这待过 坑里还有散落的羽毛 托尼得想办法抓住它们 谁会拒绝美味的野鸡肉呢 要是真抓到了 还可以增加食谱 养的那些动物 也能带来更多的机会 设计个发射型的圈套式 捕捉野兔之类的绝佳选择 地上插树枝做成触发装置 藤条一端绑着发射的枝条 另一端制成圆形 右捕环放在机关上方 最后撒上树叶做演示 然后就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附近总共布了五个这样的机关 这次能顺利吗 真让人捏把汗 第二天一大早 托尼就去检查陷阱 还没走远 就遇到了让他心惊肉跳的一幕 赶紧割下一段树枝做武器 原来是一只毒蛇竹叶青 要是晚上悄悄爬上床 吻上四肢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潜在危机必须消除 拿树枝狠狠敲向他的头部 一棍子送他去西天 托尼继续在丛林间巡游 检查着布下的所有陷阱 但结果让托尼心情沉重 竟然一个陷阱都没触发 气温降低 狩猎也变得更难 还有别的办法吗 当然有啊 眼前的竹林就是个机会 这些已干枯的毛竹 都被劈成细竹片 捆绑好就可以做成火把 夜里总能遇到什么猎物 托尼到了湿气中的溪边 夜幕全降时 是捕捉的最佳时刻 溪里的灵蛙特别肥美 他们夜里出来觅食 火光一闪捕捉 他们就容易多了 弯腰一伸手就能抓到 这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牛蛙呢 抓了一个多小时成果满满 不管是数量 还是大小都很满意 每只都差不多 大如成年人的手掌 洗都不用洗直接一个口 就这么直接上手 香气扑鼻的夜宵烧烤 这顿大餐让托尼满足极了 吃了那么长时间的野猪也腻胃了 终于能换得新口味 还有好几只没动呢 第三天一早托尼 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全部烤熟塞进竹筒 存起来当作备用粮 多点储备总是好的 陷阱也放了三天了 总该有点收获了吧 托尼给自己的小屋 加了个棕榈叶窗帘 可以随意开盒 然后他又去丛林里了 用来伪装的树叶已经哭了 可陷阱一个没动静 看来又得空手回家 正当他检查最后一个陷阱时 发现了一只像野鸡似的鸟 本想抓住他 结果他一溜烟跑了 鸟儿钻进了一棵老树里 树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洞 洞里空空如也一眼望不到底 用树枝都够不着里面 只能在洞口处设个套 一旦他想逃出来 那就正中下怀 以防他从别的洞逃走 托尼用树枝堵住了其他的洞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托尼回家睡了得好觉 等着猎物自己跳进网里 是时候看结果了 然而更刺激的是正在发生 眼前的一幕让托尼目瞪口呆 原来不止他对这猎物感兴趣 一只大家伙不慎出了陷阱 陷阱紧紧勒住了他 托尼得小心翼翼 拿着木棍站的老远 最后才安全制服了他 大家伙一来 树洞里的小东西也没心思抓实了 回到小屋 把猎物挂在树上 身长足足过了两米 这得成长多少年啊 这回终于有肉吃了 从脖子那儿把皮整个包下来 用水洗个干干净净 把肉切成一段段 还好放在烤架上 多出来的两块肉给托尼 打算煮着吃当晚餐 摘点新鲜嫩液 放锅里一起炖 烤架上的肉慢慢烤着 晚饭准备好了 靠头部那两块肉 加上熟透的蔬菜 这顿足够托尼吃得饱饱的 烤架上的肉也熟透了 要把它们存到竹筒里 过冬的粮食又多了一样 肉类已经存好 蘑菇 两只野鸡 加起来有三只足够了 托尼打算开始养鸡了 珍贵的大米都拿来喂鸡 天气逐渐转凉 小野猪的窝破了防滑木板 自己也添置了新装备 一双耐磨的木质人字托 一条防水保暖的气氛裤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意外又来了 几天前设的弹射陷阱 已经捉到了猎物 这个金字塔形的鸡龙 特别为他设计的 可能会下蛋的母鸡 托尼现在忙着喂鸡喂猪 自己自足的日子真快哦 鸡龙旁边 精心用竹筒做了石槽水槽 固定在地面上 给鸡喂食超方便 摘了些野果一颗磕放 就这么一颗一颗的放石槽里 鸡们伸个脖子就能吃到 水槽也及时填满水 照顾的无微不知真不是盖的 鸡龙顶上盖了芭蕉叶 不仅凉快还能休息 还能挡挡突如其来的雨 其实这样有点敷衍 托尼决定要建个正经的顶棚 用竹棍做框架 竹片做承重横梁 造型独特 盖上巨大芭蕉叶 再大的雨都顶得住 能保证鸡舍内部干燥稳固 凉仓里倒鼓只剩最后一点 托尼决定拳托鞘做大米 米糠和大米都有用 两小时锤打筛选忙得不停 拿到了白嫩大米和碎米糠 转眼到了晚饭时间 托尼想弄个水煮猪脚 庆祝下 竹筒饭来加菜 大米得先泡一泡 这样竹筒饭才软糯 等米泡的过程没闲着 托尼用棕榈叶编了个门 安在屋门口 避免冷风直接灌屋 时间正好 大米泡得差不多了 装进竹筒里 拿出之前熏的猪脚 正式开始做晚饭 等猪肉炖烂 日头也下山了 天气渐凉 托尼穿上保暖战士装 享受米香和猪脚的美味 饱餐一顿有了新门新疮 还有那件抗寒的战士套装 这样每个夜晚都能舒舒服服的 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了 托尼得找些平整 等木板来给猪圈做个翻新 昨晚那两头野猪闹腾的他 一夜没睡好 完全搅乱了他的睡眠啊 况且猪圈地面已经 被这俩小家伙翻成一片烂泥 要是下长雨 小野猪可能会生病 或者挖洞逃跑 托尼先用粗大的树干 搭起一个悬空的平台 平整的木板 刚好一块接一块拍好 结实又能隔离冰冷的泥地 喂食也变得简单多了 托尼还特地用竹筒做了 一个专门的野猪食盆 米糠和大米 这大米他自己都舍不得吃 难道要拿来喂鸡吗 托尼一点也不含糊 直接走到基隆边 把大米倒进去 这真是大手别 如果不下两斤蛋 都对不起托尼这份心意 当然小野猪那边也不寂寞 只选最新鲜的红薯叶梗 还得细心切好 新鲜的米糠也混进去 拌匀后放进专用食盆 在这荒叶中 这可算是相当细致的喂养了 小野猪看起来也特别喜欢 托尼还没走呢 他们就迫不及待开吃了 显然改善后的猪圈 大大提升了野猪的食欲 这个冬天能舒舒服服过了 猪和鸡都喂好了 也该更新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了 毕竟一直都光着脚 找了一节合适的树干 先用脚量了下尺寸 托尼决定自己动手做双鞋 只要脚部直接踩在冷冰冰的地上 估计就暖和多了 确认了脚的大小后 开始动手制作 先把木块切好 做成有凹凸的纹理 这样能防滑 脚放上去试试 标出鞋带该在哪 一个个雕出小孔 然后穿上结实的藤条 用牙咬紧固定 根据脚的弧度调整 找到最舒服的固定方式 怎么样 穿上这自制的人自脱 托尼是不是看起来更壮了 他都忍不住想飞起来 为了更好地享受这种感觉 决定穿新鞋干些活 去挖点成熟的红薯 效果出奇地好 干活一点也不耽误 轻松得很 看得我都想 让托尼给我来一双 可身上这条裤子 已经破得不像样 看起来都不体面了 托尼又开始琢磨补救办法 想到可以用晒干的芭蕉树皮 能做衣服 当然也能做裤子 但连续的大雨 让编织变得困难 室内的暗光 让托尼难以发挥 测好腰围 确定好裤裆的位置 第二天上午 终于把这时尚 融合潮流与防寒防雨的裤子 做好了 幸好穿上还挺合身 这升级地服装备就绪 今晚必定有好货 绵绵细雨终于停了 还没来得及检查 之前设置的陷阱 托尼得抓紧时间了 这几天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 发现一个陷阱动过了 里面是只野鸡 爪子牢牢地绑住了身子 也悬在空中 不清楚陷阱什么时候启动的 看起来他没多少挣扎的力量了 幸好还活着 托尼回到住处 把这只和另一只关在一起了 还特意给他弄了些新鲜野果 可这野鸡没那么活泼 没有之前那只那么活跃 不过托尼也没太在意 第二天一大早 托尼把心地边上的栅栏搭完 又钻进丛林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有新收获 第一个陷阱还好好的 第二个陷阱又给他惊喜 又抓到一只野鸡 这应该是昨晚才触发的 还是挺有活力的 整体状态也很不错 连抓三只野鸡托尼乐坏了 养殖事业算是正式起步了 又拿出不多的大米 要好好喂养这些小家伙 新鲜鸡蛋只可待了 能在荒野里有猪有鸡 托尼真是荒野生存高手 但一整夜的暴雨 似乎预示着不好的事 一如既往 早上第一件事是喂猪 穿上防御装备和拖鞋 喂小猪新鲜芭椒心 小猪吃得很开心 可鸡舍里却出了点事 一只野鸡见托尼来了 却躺着不动 怎么弄都站不起来 托尼心里涌上不好的预感 仔细检查了一遍 却没找到明显伤口 托尼是着手为他喝水 可是好像啥也没起作用 只能试试最后一招了 把他搁在旁边的火堆边上 希望这股暖意能救他一命 雨还没停呢 剩下的围栏得快点弄稳固 等托尼把所有活鸡都干完 那边火堆旁的小野鸡已经没气了 真没辙了 这么大一只丢了太浪费 托尼含泪把他的羽毛都拔光了 洗干净后就准备烤起来 烤了几个钟头 雨生伴着一丝落寞 边哭边斥着手撕探烤鸡 真是让人心酸 熏好的豪猪肉 冬天的粮食储备又多了一笔 把硬刺也利用起来 做成了全手工的豪猪玩偶 做工真是逼真 还特显托尼那不凡的个性 整个森林都感染了艺术的气息 但温差突然变大了 生存路上又多了点难度 野鸡接连不断的事故是为啥呢 秋天真的来了早晨都凉嗖嗖的 穿上防寒装备 托尼去找些煮茶的根莖 闻闻味道就能找到 这种植物正合适 煮开后像极了姜茶 满身体的同时 还补充了些必须微量元素 还有些干燥的芭蕉树皮 利用煮茶的功夫编织成被子 虽透风但至少能挡挡 能让夜晚不那么冷 毕竟总比啥都没有强 水已经煮开了 来杯姜茶盖上那所谓的被子 以后午睡再也不怕冷了 那个捕鼠陷阱已经射了好久 这雨啊已经下了很久了 托尼一直都没什么收获 他决定去碰碰运气 天空竟然放晴了 可能是老鼠们也在忙着 为冬天准备粮食吧 所以这次居然有惊喜 十多个陷阱抓到了四只老鼠 而且个头还不错 所有的老鼠都背 紧紧夹住脖子窒息而死 好在都还没发臭 托尼逐个清理干净 但一只只熏制太费时间 所以托尼做了个专用烧烤架 两根竹子上钻了小孔 再用竹片贯穿连接 这样的设计比以前直接用竹片编的 烤架更稳固坚固 空间足够大可以放上所有老鼠 一个晚上熏制就能保存了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 但托尼的伙食一直很不错 每顿都有肉有菜 而且都是野味 这样给身体提供了足够的脂肪 当然喂养野猪和 野鸡的饲料也不差 比如这新鲜的芭蕉树芯 里面富含身体需要的营养 新的一天要有新的开始 破旧的竹席和漏风的 窗户都该升级了 床上用品两件套先放好 托尼把它们当宝贝式的 毕竟是保命的装备 至于竹席和窗户的制作 只要测量好尺寸 编织出漂亮的成品 对托尼来说 只是稍微费点时间而已 准备好所有材料 半个小时就搞定 一整套新的竹席 窗户的制作 托尼也花了一些心思 竹筒里钻了个洞 竹签直接穿过去 竹子一片片都扑得平平整整 侧边能开能和真实聪明的设计 既能享受阳光 又能防风挡雨 好了 所有前期工作都弄好了 接下来重返丛林深处 去看看 还能找到傻宝贝 在那一片乱哄哄的小竹林里 两种不起眼的植物 映入眼帘 对对对找到木鼠了 这东西 简直是种植小能手高产又省事 菜园里 这是要添个重量级选手啊 菜单上终于多了个 既填饱肚子 又养身体的好货 摘了些熟透的果子下来 把树干埋进土里头 明年这时候 饱满的果实又要来了 但托尼的幸运还没有完呢 一整晚的熏制豪猪肉 美味极了 他昨晚不小心 闯进了托尼的底盘 结果不幸遭遇了 一棍子的打击 夜里太暗什么都看不见 宰杀的场面太血腥了 简直不敢看 只能给你们看看 处理干净的样子 这豪猪的刺 还保持着完整 刺又多又亮 看着就是壮观 这豪猪肉熏的时间刚刚好 十多斤肉 又是一大转 你还记得托尼 囤积了多少食材吧 看看这些绝美的豪猪刺 托尼突然又想 展示一下他的手艺 用芭蕉树根雕刻刚刚好 这白皮容易切割 非常适合雕刻 先粗略地 雕一个豪猪的模样 再细致的雕刻 四只嘴巴和鼻子 这雕塑快要完成了 看看这效果 相当不错吧 差不多就剩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让这小玩偶活起来 将刺一根一根精准插回去 看上去就像是只活豪猪 长短刺的位置 托尼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每根刺都完美复原 真得佩服托尼的手艺和创意 虽然不敢说跟真的一模一样 但真的差不多完美了 这只豪猪虽然没了生命 但在托尼心里 他永远活着 这样的艺术品 要是拿去拍卖 估计起价至少也得三百 要不要我帮你来一趟 托尼心情好极了决定 要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 好久没尝到飞鸟的味道了 是时候去猎点鸟 成熟的野果是这季节小鸟的最爱 托尼摘了一些来 这些都是陷阱的诱饵 树皮编成的绳子坚固得很 陷阱的核心就是这绳索 小树枝被固定在地上 诱饵果实放在中间 绳索圈套就设置好了 鸟儿落脚的小知识机关 这是触发陷阱的关键 一旦鸟儿降落 陷阱立马启动 让鸟儿无处逃 不知道这夜能否收获 早查暖身后 托尼又出发了 今天阳光明媚 果然陷阱发动了 一只鸟被牢牢困在圈套里 猎物还在活蹦万跳 托尼脸上满是喜悦 这里得提醒一下 国外这是合法的狩猎 在国内可千万别模仿 这次总共抓到两只鸟 看起来收获不大 但对托尼来说已经够味了 享受鸟肉的香味和鲜嫩 何况陷阱还能继续用 说不定还能继续收获呢 真是迫不及待了 一番简单烘烤 就出了超级美味 转眼间又是两天过去了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 陷阱里又是满满的收成 今天又能有三只小伙伴陪托尼 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不过老天爷似乎有别的计划 真是喜悠惨罢啊 坏消息总是不请自来 短短一夜之间 气温一下子跌到冰点 尽管托尼已经裹得严严实实 寒风依旧让人瑟瑟发抖 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让人心寒 未时时托尼发现不对劲 一只野鸡动也不动了 身体冷硬了 这让托尼怎能相信 手颤抖着把鸡取出来 张望着鸡龙心里一片迷茫 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伤心的表情写在脸上 颤抖着回到小屋里 呆坐火边想找出原因 但是什么头绪也没有 连续两只鸡的意外 让托尼深感冬天的凶猛 看来今晚又是寒泪烤鸡宴 虽然近来气温略有上升 不再那么冷了 但托尼决定还是要造个 既避风又保暖的新家 还是早做准备好 清理了屋顶上的空地 准备在这儿挖个大洞 遍布的树根和简陋的 木棍成了挖掘的工具 这下的工程费时又费力 花了两整天 才勉强挖出个形状 地底的巨石也让 这工程只好暂时停工 好消息是最顶上 已经可以直立行走了 托尼决定要搞个地下房子 这个大坑就是他的新家的主体 这回再大的风也吹不动他的家 但说到底还是地下的 所以屋顶的特别扎实 得找几根粗大的树干充当主粮 还有要把木棍树好 不能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宽 得能均匀承受上面的压力 先铺一层棕榈树叶 再盖上厚厚的芭蕉叶 确保把所有缝隙都遮住 不过这么密封的空间 肯定得有地方排烟 毕竟火堆是离不开的 托尼把竹筒一端 切了几个缺口 把它安在屋顶最高处 这样就能形成自然的通风口 最后用泥巴把屋顶全封平 把整个屋子都藏在地下 这样一个地下房子 就算是大致完成了 标出门的位置 两边用石头和泥土砌上 安上的好开关的门 这样一个近乎全封闭的家就建好了 屋里点上火 慢慢的这个空间就暖洋洋的了 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 不过刚刚折服了一星期 热带雨林的天气又变了 这个新家暂时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气温已经回升到度 既然温度回暖了 托尼看完野猪和野鸡 决定出门去打猎 毕竟之前存的粮食快吃光了 背上竹篓准备出发 向森林深处走了五个小时 找到一个天然山洞 这里就是这次狩猎的零食住所 这个地方托尼是头一趟 需要多点时间来好好探索一下 点燃萤火踏上寻找资源之旅 在不远的一个石壁上 托尼找到了一股持续低落的山泉 这泉水经过长途过滤 可以直接喝了 用大片树叶当作容器 开始收集清水解决饮水难题 继续探险 看来新地方总有新收获 走没多远就看到 两个新挖的土堆 土壤还很新鲜 有被啃过的树根残渣 一看就知道这是竹鼠的家 这可是难得的美味啊 使劲挖掘 洞口献出原形 刚啃过的树根证明 没跑远 托尼伸手近动探索 想探轻动的方向 却意外摸到了竹鼠 这小家伙还没挖身 得小心行事 竹鼠的牙针皆是能轻易咬伤人 用树枝固定住它 靠得太近竹鼠开始反击 还发出了狗肺似的 声音试图吓退托尼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真切 听到竹鼠这样反击 但他的反抗 最终没逃过托尼的手 命运被牢牢掌控 洞里再无其他竹鼠 两厅体重足够这顿大餐了 回到营店 先把竹鼠的毛烧光 旁边的泉水洗得干干净净 花30分钟剖开处理 精致的烤竹鼠串就完成了 炭火震旺 在持续高温中 肉质变得更加细嫩 整片森林都飘着烤肉的香味了 这还是托尼自己在野外生存以来 第一次尝试竹鼠肉呢 大嚼特嚼 真是敬想这野生的味道 吃饱喝足之后 就是美美的午睡时间 早上那些累人的挖掘 终于能彻底放松一下了 逛了半天也没白逛 照就得布置周围的陷阱 说不定还能捉到些啥好吃的呢 老鼠松鼠一样香啊 夜里虽冷 托尼只能缩在火边取暖 没想到清晨小雨来袭 幸好雨不大 狩猎计划还能照常进行 把剩下的竹鼠肉收好 又是一天新的开始 河道边的碎石区 这种地方总能有惊喜 螃蟹们大概就藏在石头下面 可翻了一堆石头 十几块石头下都空空如也 螃蟹是不是都出去避暑了 只得沿河往上游走 上游的小水塘 每块石头都瞧个遍 就在快放弃的时候 最后一块石头下 竟然让托尼大吃一惊 一只石缝里的野甲鱼 这下子可发大财了 重过一惊的大家伙 看着就新鲜 山泉水养的就是不一样 要是拿到市场 起码三百一个起步 继续探索别的好东西 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 果然运起来了挡都挡不住 更大的水塘前 托尼仔细寻找间 可这家伙特别滑了 来回周旋好几回 最后在一处石缝里抓到了 居然是个比头一个还大的野鞭 托尼开心坏了 这还是头一次尝试这种味道呢 这老憋还一直伸脖子反抗 不过都没用 看着体积至少十几斤 拿出之前那个小的来比 比完之后 托尼决定放小的回去 毕竟要保护生态平衡嘛 回到自己的营地 已经迫不及待想尝了 托尼挑了几块好的 还好对价在烤串上 剩下的得赶紧熏制 鳖肉串已经香脆可口 大鱼大肉加野味 托尼的荒野生存 不仅没瘦还胖了几斤 这说明会棘手好活真重要 大火熏了半天 熏好的肉也熟透了 也该回家了 家里还有野猪野鸡等着呢 灭了篝火 收拾好行囊 托尼踏上龟城 这趟出去弄到了竹鼠和鳖 托尼终于能回家了 家里的野味 他已经三天没场了 不知家里的野猪野鸡怎样了 第一件事就是看猪看鸡 还好一切都好 自责让托尼决定要好好补偿它们 新鲜的芭蕉树芯被切成片 直接扔进煮饭的锅里 托尼决定好好犒劳一下 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单靠芭蕉树芯显然不够 他得找点别的表达下他的热情 芋头还没动手摘 一直舍不得 这回直接挖了一颗出来 包去那层厚厚的外皮 切成一片片 加上嫩嫩的芋头叶 锅里一下子满满当当 然后慢慢搅拌 让味道融合 都铺在芭蕉叶上 这一大堆足够丰盛 两只小野猪吃得满足又开心 猪圈里也铺上了芭蕉叶像猪布一样 小野猪们等不及了 被美味诱惑的跳来跳去 托尼把食物分成两份 这样它们就不用争抢 可以好好享受 这是它们第一次尝到这么美味的熟食 看它们吃得那么高兴 托尼就像个宠儿子的老爸 脸上洋溢着笑容 是时候也照顾下自己的肚子了 他摘了些新鲜的菜 刚用过的锅不用洗接着用 毕竟都是自家的东西 又加了些昨天剩的竹鼠肉 一直煮到肉质软糯 然后在小厨房里痛快地大吃一顿 荤素搭配营养满分 一顿吃得很满足 夜幕如期而至 托尼决定今晚还是睡地下小屋 那里暖和舒服 清晨醒来 发现外面已经下了好一会儿雨 托尼检查了一下小屋的屋顶 一切安好 完好无损 没啥好担心的 知道托尼为何这么自信吗 他更担心的是 那些建在地面上的房子 如果雨一直下个不停 简陋的屋顶肯定顶不住 找来了不少厚重的芭蕉叶 得把所有屋顶都重新铺上一层 当然连星星念念的猪圈也不例外 其实这会儿挺费劲的 只是简单地重新铺一下 屋顶搞定净花了半天 下午闲来无事 那些丛林里的陷阱 好几天都没去看了 不知道这不停的 雨水会不会影响收获 还好运气没那么败 陷阱里捉到了枝不小的老鼠 体型还挺可观的 在这阴沉天气能吃上它 新鲜烤老鼠也是种享受 森林被农物笼罩了一天 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真让人有点羡慕 接下来几天雨断断续续 但森林的雾气依旧没散 狩猎不变就得利用时间 继续扩充菜园地 附近的荒地都清理干净 牧鼠也切成小段 都种到新地里去了 托尼用了两天时间 在新菜园周围加了围栏 现在这荒野中的地 越来越多属于它 可以算是土地大亨了 有了这么大一片地 心情也得跟着好起来 丛林里采了些能 在枯木上生长的藤蔓 打算把厨房升级一下 弄来一大块天然枯木 用作景观的基座 采来的植物全都固定在枯木上 然后撒点松软泥土和腐木 浇上生命之水 等它们长满 一片绿意盎然的厨房就成了 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丰富 已经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再出发去打猎了 进入了深深的丛林 托尼又发现了野鸡的踪迹 地面被挖得乱七八糟 土里还有那不易察觉的野鸡气味 真是让人兴奋不已 赶紧开始布设陷阱 还是用藤条做成圈 利用树干来提供弹力 小树枝做成触发装置 一旦野鸡一踩上去 就会像这树枝一样 瞬间被牢牢抓住 这陷阱的反应灵敏至极 只要不是凶猛大兽 基本上逃不出去 托尼把每一个被挖过的地方 都布置了陷阱 这次的现金网肯定能大收获 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托尼准备为那最后一只野鸡 可突然出了点状况 无论怎么诱惑 那野鸡都不为所动 甚至连逃都不逃 急忙检查了一下 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伤 翅膀也能正常扇动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是托尼突然心软了吗 还是嫌弃他指质吃不下蛋 轻轻地抚摸了几下 竟然决定放手让他自由 把唯一的这只野鸡释放了 难道只是为了看他 展翅飞翔的那一刻 毕竟已经养了将近一个月 谁看的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大雨还在继续 托尼今晚没选着回地下小屋 可能是怕小屋塌了吧 只能再等一夜看情况 昨晚的陷阱 到底有没有动静呢 托尼决定冒雨 去看的究竟 谁知道这放弃的举动 可能是个福分 可能是托尼的善心打动了自然 第一个陷阱 就给了他的惊喜 居然又抓到一只野鸡 身上羽毛闪闪发亮 还是个威风凛凛的攻击 这还是托尼第一次捉到这样的猎物 赶快把攻击拿下来 还有好多陷阱得去检查 好运接二连三的来 第四个陷阱也成功了 这次是一只母鸡 但惊喜还没到头 后面的陷阱又连续抓到两只 都是母鸡 一天之内抓到四只 真是空前的 在同一天抓到这么多 真是头一遭 托尼都快拿不动了 回到小屋 先把他们放进竹框 那些没舍得吃的大米 全都拿来喂野鸡了 这回的收获真是丰富 显然旧的基隆已经不够用了 得赶紧重新搭一个 拆了原来的基隆 用木棍重新做个框架 这空间绰绰有余 四周用坚固的棕榈木 每根木头都得稳稳地放好 顶上也得一样处理 确保一切都稳固 为了方便喂食 托尼特意在前面留了个小门 不用的时候用竹子遮挡 新家终于打好了 一公三母安顿好了 这回的收获真是振奋人心 不过会不会又像上次一样呢 虽说已经抓到四只 但还有些陷阱没检查过 托尼决定继续往前走 可所有的陷阱还完好无损 不过惊喜总是突然冒出来 地上有好多新鲜的痕迹 从这些线索来看 猎物的体型不小 因为它经过的地方 都被破坏得挺厉害 看来这次的陷阱的更结实 要能承受住重量才行 托尼特意选了粗壮的树干 作为弹射的利弊 就连打进地里的木桩 也比之前粗壮很多 藤条也得选那种 能承重50斤以上的 还是挖得浅浅的触发坑 三根树枝搭在陷阱的横梁上 上面铺上树叶 圈套放在正中间 最后用泥土固定好 只要猎物一不小心踩中陷阱 就像触发机关的 树枝一样被弹射挂住 旁边树干的韧性和弹力 也保证猎物被掉在半空 完全没法挣脱 托尼把一大片区域 都按同样的方法布下陷阱 毕竟现在还不确定 这次的猎物是什么 所以又加装了之前 捕捉老鼠和松鼠的陷阱 这次用的树干 比之前强力很多 这么粗的树干能爆发的力量 差不多能夹断人类的手臂 只要有动物头钻进去 触发装置肯定一击致命 这样的陷阱 托尼还在周围加装了好多 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 周密的陷阱网络 到底会捕到什么猎物呢 现在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一大早太阳一露脸 托尼就开始了他的日常 给那两只越长越壮的野猪 撒了一把新鲜的红薯叶 四只新抓的野鸡也轮上了 可就在这时候意外又闯进来了 有只母鸡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小树枝也就不回来 看来坏消息 还是逃不过 这些刚补的野鸡又倒下的 全身僵硬的跟木头似的 仔细一看 居然一点伤痕也没有 这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辙啊 为啥每次不来的总有那么一只 莫名其妙就挂了呢 是不是托尼养东西 还有待提高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托尼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回他也没太伤心 直接走到火堆边 把野鸡的毛给吞了 简单地清理了一下 把他们整齐放上烤架 一小时炭火慢烤 就变成了普通的野味大餐 那野鸡腿紧实又细腻 味道还是老样子好吃 一边啃鸡肉 一边啃树 半只野鸡 十分钟解决完了 然后就美美地睡上一觉 静静等待着新的一天 陷阱已经放了两夜 托尼却没急着去检查 对自己的陷阱心心满满 先来炖丰盛的早饭最重要 雨后的森林里 到处都是新鲜的木耳 见到的野蜗牛 比生蚝效果好多了 这六七只足够他好好享受一顿 多余的木耳托尼决定 先用竹签串起来烘干 下次想吃的时候直接 用水泡一下 就能恢复鲜嫩 蜗牛得仔细清洗掉 外壳上的粘液 蒸煮十分钟 一顿鲜味十足的 木耳煮蜗牛就完美出锅了 正所谓原汤化原食 蒸煮出来的蜗牛原液 可是上等的补品 一滴也不能浪费 挑出来的蜗牛肉 一口下去鲜味十足 当然小宠物们也需要喂食 托尼拿出仅剩不多的大米 从鸡笼上方全部倒进去 他已经把自己能做的 最好的都给了这三只野鸡 可能只是希望 他们不再继续死了吧 最后又弄了一根 鲜嫩的芭蕉树心 野猪看来已经被完全驯化 吃东西时还主动摇着尾巴 时间快到中午 该去查看陷阱了 前两处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不过惊喜总是不期而遇 石头旁的陷阱上 仅仅拴着一只小野猪 周围的地面也因为他 努力挣脱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这足以见得小野猪的凶猛和力量 可惜他的后腿 已经被完全吊起 没有发力点 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这个陷阱 托尼的到来更让野猪害怕 不停地发出反抗的嘶吼 不过托尼已经积累了 充足地制服野猪的经验 但当他想用树枝压住脖子时 野猪突然反击 不停撕咬靠近他的东西 这让托尼费了点力气 但小野猪再怎么 奋力挣扎也是徒劳 最终托尼还是顺利压住了他的脖子 用藤条绑住了他的嘴 紧接着就是四只 小野猪终于被完全制住了 托尼又细细检查了一番 结果是只小公猪 两颗小蛋蛋清晰可见 家里的母猪终于有半了 托尼一边抱着小野猪 一边检查其他陷阱 希望能再捕到几只 想捉个三四只回家 可幸运没再来 走到猪圈边上 解开小猪身上的藤条 小公猪看起来像是接受了命运 已经不再挣扎了 把他放进猪圈 托尼拿了新鲜的芭蕉星表示欢迎 防止小家伙太调皮 托尼加固了猪圈四周 检查可能松动的地方 重新固定确保安全 这回应该万无一失了 旁边的木鼠 嫩芽已经冒头了 翠绿的芽破坨出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寓意 这只小公猪能否逃过命运 它能否像之前的那只一样 新的一天到来了 托尼为了更好的生存 必须不停地忙碌 水中泡了十多天的树皮 终于可以取出 可以制成很多有用的东西 但需要先分层玻璃 然后晾到完全干 长短步一先大致整理一下 不同长度用途不同 托尼背后挂着的手工裤和缩衣 就是用这些处理过的树皮制成的 韧性极强 甚至比身上的布料还结实 托尼今天要打造更酷的东西 先得搭个方便操作的工作台 才能开展工作 类似古时候的纺织机 量了量自己的脑袋多大 决定自己动手做顶帽子 这里又晒又灵一个帽子 能拍大用场 防雨挡太阳 一顶帽顶两顶用 还能增加几分游侠客的风范 先把这些条子竖起来绑紧 然后用交叉的方式编起来 把横条一个个固定住 其实技术要求不高 主要是得有耐心 托尼花了一个半小时 把帽子的形状给编出来了 再用早先良好修整过的竹片做帽颜 细致的固定周围 既俏皮又时尚 鸭舌帽终于大功告成 戴上它发型怎么搭都行 简直艺术家本人 转眼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今天托尼要做个大胆尝试 拿出剩下的那点米 走到基隆边 把红薯叶切得细细的 撒上那点剩米 竟然直接把基隆门打开 自己则慢慢后退到一边 意外的是鸡没逃跑 而是直奔食物去了 这决定虽冒险 但证明托尼确实猜对了 三只小鸡好像早适应了 按时被喂食的生活 托尼靠在猪圈旁边静静观望 这不就是那种最平常的生活吗 这次试验之后 可以放心让小鸡们自由散养了 也许这样就不会有之前的问题了 死鸡先例应该不会再有了 那些柔韧的树皮 还能派上大用场 还能继续编织 同样的步骤 一个整整齐齐的平面 这完美的工艺几乎没瑕疵 猜猜托尼这次想做点啥 他投入整个下午的时间 近一米长 把多余的线头和碎边剪掉 折叠成两半 然后把两边缝好 做出一个堪比大牌的斜垮包 斜垮包摆在眼前完美无瑕 真的很抢眼 编好了就准备去砍树 去砍那棵早已枯死的粗树 树皮上的虫眼说明 这里有很多美味的牧虫 但抓这些小东西不是件容易事 它们大多藏在树心 光凭手里的刀是难以绊倒的 但这不是问题 把木棍削尖 用开山劈石的简单方法 没一个木虫能逃过此节 这次收获相当丰富 十几只肥美的成虫 能为自己提供丰富的营养 简单洗洗 拿清水煮开 五分钟后托尼已经做好了 有了力气也得有地方消耗 旧房子已无修缮价值 托尼决定重建 尤其是刚放养的小鸡 如果没人看管 还是会有逃跑的风险 所以选了个离机射近的地方 建新架就要拆掉原来的墙 先把有用的东西存好 还有一贯带中的稻谷 适时会种下去 实现粮食自己 旧的承重木桩还能复用 这样可以省很多力气和时间 新家就建在这儿 窗户一望 就能看到野猪和小鸡 先清理周围的杂草 搭建临时的栖息地 毕竟重新建个住所 还得整整三天 三角形的设计 只求不被大雨淋湿就行 清晨一来 雾气笼罩了整个森林 看来又要下雨了 托尼得加快房屋搭建的进度 先固定好四个角落的承重住 屋顶搭建最花时间 尤其是前后两侧 北先用单根木棍爬到顶上去 好在托尼够聪明 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固性 最后把所有的屋顶横梁都装好了 对于这次的房顶覆盖 托尼考虑得更周全 用五片棕榈树叶一组精细编织 保证每片之间没有缝隙 托尼还在忙着编织屋顶时 一头小母猪因为抢不到 足够的食物好像生病了 托尼细心地单独给它开了小灶 用蒸煮过的食物单独喂养 时间到了第三天 屋顶铺设终于完成了 这厚厚的棕榈树叶 再也不用担心漏雨 床铺得腾空射击 毕竟地面湿气重 爬虫多 为了方便上下 还特意准备了梯子 最后剩下的墙壁 为了更稳固 直接用碎石垒到半墙高 上半部分则用 竹片编织 潮湿的环境下必须保证持续通风 所有搭建逐渐接近尾声 只剩下最后的点睛之笔 兼具避雨和休闲的门前长廊 通体木制结构 棕榈叶编织的顶棚 一切让这里更像一个家 是个崭新的住所 三天努力过后 托尼的新家终于弄好了 他心里 还想着给那三只小野猪 再搞点好东西 找了根粗大的树干 要给这三只小家伙 量身定做点什么 想要打造个漂亮的猪石槽 对于只有把刀在手的托尼来说 这持续开凿的工作 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可能是对这些小野猪的爱 让他一上午的时间 慢慢地终于把它做成形了 这下小野猪们也有了 专属于他们的猪石盆 这四天的忙碌 让野猪们饿得不清 托尼特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把红薯叶切碎 棕驴心切成片 还特意准备了一些 混合了熏干老鼠肉的大餐 一锅接一锅的蒸煮 一趟接一趟的胃 这才是专给野猪准备的美食 托尼满含爱意地抚摸着他的小宠物 原来荒野生活也能这么惬意 托尼的住所已经重新弄好 但他对丛林生活还有更多想法 还想再添几件自己喜欢的家具 在丛林里找些结实的藤条 这藤条不仅韧性十足 即便长时间暴露 在潮湿空气中也不怕 但意外发现的一个巨大乙巢 却让托尼产生了新兴趣 要知道在荒野求生中 蚂蚁卵是美味佳肴 可惜运气不是每次都那么好 这次乙巢里只有成年兵蚁 那些美味早就换了地方 托尼带着藤条回到住所 开始在长廊下做初步整理 所有家具都将摆放在此 在藤条上标出具体位置 仔细消除平整的缺口 用火的热量软化 需要弯曲的部分 这工序真是考验手艺 弯曲的地方一旦冷却 它又会变得尖如磐石 交叉点只需结实捆绑 看一个正方形桌架就出炉了 桌腿也是这么一回事 这让整个桌子看起来更有形 桌腿嵌入地面 这样就不会轻易翻倒 然后四角都要牢牢固定 这些基础操作可不能大意 桌面编织才是真正的技术活 藤条被削成细片 看上去可能还不太入眼 但擅长此道的托尼自有妙招 最终展现的将是完美的桌面 规则的图案会让你惊叹 桌子弄好了怎能没板凳 还是那一套工艺 一根根藤条被反复 加热弯曲塑形 板凳也得嵌入地面 再加上沉重的后座 固定好之后 又是一番熟练的编织 这套桌椅不仅美观 多功能茶几也一并完成 坐在这里享受清风 这晚餐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 第三天一大早 托尼回到老宅 他打算拆掉厨房 这里要弃用啊 之前搭建的还能用 工具还得继续发挥作用 省力省心是关键 新家旁边的柴房 还得用木头 这些活的绿植也得好好利用 每棵树根绑屑枯木 都一道走廊一侧种植 将来都会长成绿墙 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 真正长起来就成景观了 都是绿色的屏障 当然这是理想中的完美 现实中托尼还得重新评估 一连串生病的小野猪 现在还没能彻底恢复 简直就是骨瘦如柴 托尼也摸不着头脑 只好尽力改善他们的饮食 新鲜挖来的野生山药 那些软绵绵的芭蕉心 混在一起好好蒸一蒸 这可是小野猪的专属大餐 希望这能补足他们的营养 三只里已经有两只瘦的可怜 真希望他们快点恢复健康 能和一旁蹲着的托尼一样 变成不折不扣的小墙 用棕榈皮边的鸡窝里 竟然找到六个鸡蛋 在这荒野生存的日子里 托尼的笑容满面 他并没有急着去拿 反而把他们留在原地 你猜托尼这么做是为啥 曾经设下捕捉野猪的陷阱 已经很久没检查了 还有好多没看过 心情好转的托尼 决定再去一趟 深入丛林 第一个结实的陷阱 还挺完整 第二个也没问题 但第三个却让托尼乐开了花 一个大家伙 被卡在了里面 这种动物 他以前从没见过 托尼还得用树枝探一探 看看这猎物还活着不 毕竟安全第一 幸好他已经没气了 厚重的树干正砸在他头上 不知啥时候触发的陷阱 他肯定挣扎了好长时间 下面的泥土都被他扒拉开了 托尼也费了好大劲 才把陷阱打开 看这体型应该 重量轻松破了30斤 利爪锋利毛发浓密 这回收获真不小 食物储备也算是有着落了 一并扔进竹篮里 重新布置好陷阱 直接就能打到回府 走到那废弃的小屋边上 开始减食一些废旧材料 小屋旁边点起了篝火 这体格在屋里弄可不行 直接整个甩进火里 把那绒毛统统烧干净 来个彻底的大洗澡 把外皮洗得干干净净 他那一手好刀工展开了 不一会儿猎物就分解完毕 切出各种大小的肉块 鲜嫩的瘦肉 看着都让人垂涎 托尼差点搬不动这些肉 搬到火堆旁边 快速开始熏肉的工序 都穿在竹签上 挂在火堆上方 这得熏上两个通宵 那些之前抓的小猪肉也熏好了 现在所有的肉块都处理完了 为了能存得久一点 托尼得赶紧做几个竹筒 猪肉已经干透 全部装进五个竹筒 这样又多了不少存粮 但丛林里还有很多资源可啊 就比如那个枝头上的 巨大蜂巢 那些守卫蜜蜂虽然狠 但托尼已经摸透了门道 幸好他身上没被遮 身后的浓烟是最好的证明 把那金黄的蜂巢拿出来 蜂蜜还在滴答滴答往下掉 抱在怀里不愿放手 大口大口地享受着 真是让人羡慕的美食 这蜂蜜可真是顶级货色 普通人可找不到这种待遇 吃个够才行 托尼得马上回家了 因为这蜂巢里还有 更多的美味等着它呢 全都扔进锅里去 热水蒸汽帮忙把蜂巢 里的蜂蜡分离出来 蜂蜡对于野外生存 真是太重要了 烹好的蜂蜜装进竹筒 把它放着自然冷却 另一道美食当然是 还没孵化的蜜蜂幼虫 甜度依旧在线 加上那蜜蜂卵的鲜美 一大锅马上就能解决 15分钟托尼就吃光了 然后来个舒服的下午茶 小气一会儿消消劳累 醒来之后 蜂蜡已经结成快了 托尼开始收集这些蜂蜡 早先种的菜园 虽然久未整理 但看起来还挺茂盛 之前种的菜都长得不错 南瓜秧子 很快就遍布各处 不用多久 餐桌上又能添新菜 南瓜还没结果 但这些嫩菜头 已经可以吃了 老一辈人都吃过 但托尼的做法更健康 切成小段直接水里煮 煮沸了就可以吃了 口感很特别 托尼觉得特别爽口 再配点熏肉 看似简单 但这样的日子真惬意 这是我们内心深处 真正渴望的生活 天气回暖是时候重新种到了 拿出之前保存的稻谷 它们还挺干燥的 托尼得赶紧腾出新地方 要给稻谷专门圈个地 把杂草统统清理干净 这样小羊苗长得才好 种田当然少不了相应的工具 弄个好用的竹篮 这样种到就快多了 先把底座弄牢靠 然后一根根边出围栏来 做个可以跨在腰间的小竹框 这精美的小竹框就做好了 把稻谷统统倒进去 准备木桩用来挖坑 在新开垦的地上 还要像以前那样围个篱笆 虽说看着简单 但实际上要花不少时间 在这片原始森林中托尼 逐渐建起了自己的小庄园 有田地有菜园 还养了猪和鸡 要是再来个落难的旅人 可能就能发展成一个小部落呢 简单的农活已经不够看了 托尼还得继续狩炼 这次他要制作更多的陷阱 随着天气变暖 野鼠和松鼠开始活跃 拿出浸泡晒干的树皮 编出坚固的绳子 准备好足够的细竹片 竹片一头捆个小圆圈 然后把竹片底部放到火堆上 一头打个可以固定的死扣 另一头固定在竹签上 死扣倒扣住竹签 这样一来陷阱就设置好了 一个活动自如的项圈 最后把绳子另一头也固定好 主要用来抓老鼠和松鼠 就这样一个精巧的陷阱就完成了 看起来是不是挺简单的 托尼拿着陷阱钻进了丛林 找寻那些小动物可能出现的地点 这部分尤其关键 判断动物的踪迹全靠经验 岩石旁边这一带 常有野生山鼠出没 一不小心经过陷阱 一碰到绳子就会触发机关 树干紧绷着 一旦放松立马弹回 瞬间把猎物吊起来挂在空中 除非树干受不住重压断了 否则被抓的猎物别想掏走 看托尼这操作 你说再野外打猎 是不是挺简单的 虽然我们都有这种野外生存的梦想 但大家千万别随便尝试 这次托尼在这区域 又设了十几个陷阱 森林的清晨如期而至 托尼还是老样子给野猪喂食 蒙耕生活真是忙个不停 今天托尼打算出去露营 虽然已是身居丛林 但这已成为他的私人庄园 偶尔也得出去放放松 背上心边的竹框 突然起意的小旅行 走了三小时托尼找到了水源 这里有个天然泳池 已经快两月没洗澡了 托尼总算能好好洗个澡 在这里的日子还不错 有水的地方就不愁没食物 大树下的空旷地 这地方挺适合搭的零食住所 又稳当又能挡雨 用根木桩搭起最简单的结构 底下铺上芭椒叶 拾起树枝来生的大火 今夜的星空就是我的被褥 照例得先布下夜间的陷阱 周围的土地上都得小心设防 把细枝插进土里 在枝条上刻个向下的钩 竹子座的底座嵌进去刚好 简单的设计往往最能见效 布了十几个应该够呛 一宿上应该能收获不少 陷阱装置倒定收工 该解决午餐的大事了 周围的小水洼里经常藏着惊喜 金黄的小螃蟹就藏在落叶下 它的颜色和叶子一样 每个角落都得翻个底朝天 搜遍每个可能的藏身之处 抓到了一只怀孕的山蟹 托尼决定让他回归自然 他不想剥夺他做妈妈的机会 十几只山泉蟹足以让人大餐一顿 火上烤熟味道正宗 就算野营托尼也保持健康作息 睡个美美的午觉 可能累过了头 直睡到夜幕降临 在陌生地方能清醒一晚也是不错 整夜保持警觉也算是福分 清晨的湿气伴随着新的一天 托尼赶紧去检查陷阱的战果 前几个陷阱空无一物 昨晚的小雨似乎影响了捕链 幸好还有一处陷阱带来了好消息 捕到了一只肥大的山蜀 重达一斤多 光是尾巴就有好几厘米长 回到临时营地 认真地清理掉它的绒毛 放在架子上开始烧烤 烤好了不急着吃 托尼决定还是回家再说 庄园里的野猪和野鸡还等着我呢 把老鼠打了个捡 把火彻底熄了 又开始踏上归途 终于回到家了 首先得赶紧去喂那些恶坏了的野猪 拿出好多芭蕉心来 不知怎么有只小母猪居然闯出来了 幸好它没趁机溜走 看来养了快一年 它已经很适应这里了 圆滚滚的肚子看样子是怀上了 得开始单独给它喂食和好好照料 对就得对它格外关照 陷阱做完家里还剩不少绳子 剩下的绳子让托尼想到了新点子 决定自己动手做点什么 但先得搭个平台操作起来方便 先把纵向的绳子固定好 这就是编织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反复的简单工序 就在这时一只黑甲虫 不偏不已落在了手上 真是那句老话 本来天堂路宽广 偏偏你非要跳地狱 结果不小心成了点心 小小的绳子编起来真费劲 忙碌中感到疲惫 就休息一会儿 顺手去整理新的汉田 那些心中的稻谷 已经长出了翠绿的央苗 看着这片绿油油的田 想到收获时的情景 忍不住期待 继续编织托尼 又多次往返于丛林 毕竟那些陷阱还没查过 当他再次来到营地 又找到了两只 比上次还大的山蜀 真搞不懂 他们怎么长得这么快 熟悉的操作再次开始 把体毛烧得干干净净 好好洗了血 皮肤光滑地架上了烤架 另一个准备熏制起来 托尼已经好久好久 没吃过这么新鲜的山蜀烤肉了 闻起来还是那么诱人 不过托尼回到家 还是忍住了 花了整整七天 时间终于编织完成 完成了一条超短裙 穿上特别凉款 长短刚刚好 款式还挺时尚 只是一蹲下来 就觉得凉嗖嗖的 最后决定还是改成裤子吧 看着工艺精湛 谁说托尼做的衣服没创意 弄了件新衣服特别开心 更开心的是 还有好事要发生 前几天母鸡下的蛋 竟然孵出了小鸡 看这些小可爱 临终新生的小生命 鸡窝里 还有没孵的蛋 托尼把它们好好存起来了 这次总共孵出了五只小鸡 托尼的养鸡梦想 慢慢变成现实了 看这情形 不止生存两年 一辈子都不成问题 为了犒劳辛苦的母鸡 和活泼的小鸡 特意抓了些新鲜的蚂蚁 切成小段 放进竹篮里 不过小鸡们 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们只想挨着妈妈 鸡妈妈 在篮子外鸡的团团转 托尼只好放小鸡出来 让母鸡带着小鸡回笼子 看来只能在笼子里喂食了 经过这几次露营 托尼已经存了很多食物 吃喝不愁了决定 再干一票大的 搭建一个前所未有的 纯实木荒野小屋 不怕艰难 说干就干 第一点就选在自己的竹屋前 先整理出一块 比较平整的地基 没有挖掘工具 就用削尖的木桩替代 这些挖出的巨大石块 刚好可以填在低洼的地方 先大致掌量好距离 然后到丛林里 找合适的材料 一棵自然倒下的大树 粗细正好 这样可以省去 自己伐木的力气 但这么粗的树干光是罪 简单的砍断截取 就已经非常不易 托尼只能一刀一刀地慢慢来 多小时的努力后 终于把倒下的大树拦腰截断了 但新的难题又来了 这么粗的树干光靠自己 根本搬不动 不过这难不倒托尼 削尖木桩的一端 利用开山批石的原理 两根木桩来回交替 整根原木硬生生 被分成了四板 但即使这样每一根 得重量 还是超过了百斤 至少托尼 现在能把它们运回营地 但一切还远没结束 更繁琐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四角的承重力柱 要先切出相等的长度 这意味着所有木段都 需要重新分段和截取 还有很多不规则的地方 也需要大致修整 然后还要扒掉树皮 这将耗费托尼大量时间和体力 光靠木前的木头数量 根本支撑不起整个小屋 它还需要对现有木头 进行再次分离 继续利用木桩交替 越靠近树干中心 分离就越难 需要按照木头的纹理来 导致会形成更多不规则的形状 一堆看似乱七八糟的材料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 用心艺术化的回收利用 等到托尼建完小屋的那天 你们就能看到废屋利用的奇迹 虽然只是准备材料 托尼也花了足足五天时间 这任务虽艰巨 但也不能天天干到底 不然托尼可能真的累趴下了 还是得按时喂食野猪 自己的饭也不能落下 一天三顿照常不误 菜园里的南瓜也熟了 托尼挑些好的流种 那些刚接的小南瓜 争着吃保持原味 这样最鲜嫩最美味 每隔几天托尼还要 去附近找找鸡蛋 因为那些鸡妈妈们 不总是乖乖在窝里下蛋 托尼本来想继续建小屋 但雨林的雨季 又一次延后了进度 鸡妈妈带着小鸡 来工地上转了转 看着这些活泼的小鸡 托尼心里盘算着 不久后就有自己的野生鸡群 雨还在下托尼没闲着 屋里还有很多活药干 用藤条制成的弯曲结构 还需要进一步加工 把刀柄拆掉 烧热后再固定位打孔 虽然到现在还没透露 这些工具到底用来做什么 但保证后面揭晓 经过两天的倾盆大雨 土地湿漉漉的 还不适合继续建设 托尼决定先做其他事 再次踏上外出露营的旅途 雨后的森林为自己 带来了更多的探索机会 大雨让干涸的河床重换生机 这次就选在这搭帐篷 靠近溪流的地带 保持一贯的简约风格 找些已经干的竹子 捆扎成火把用 这是晚上捕食必备的工具 不过离夜晚还早 托尼得先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 捕捉青泉中的螃蟹 最直接也最方便 可水流太极了水位也高 直接翻石头 可能会吓到它们 不过这点难不住托尼 它有更妙的招数 找些新鲜的虾椅 穿在细长的树枝上 把这作为诱饵头道 螃蟹可能藏身的石缝里 那股腥味 足以让螃蟹放松警惕 虽然收获不多但足够 三只螃蟹足以支撑到晚上 夜幕降临 托尼拿着火把 走向西边 捕捉仅在夜晚觅食的野生灵蛙 清澈的水面和火光 能迅速吸引青蛙的注意 这使得捕捉它们特别容易 为了便于携带 托尼会先断掉它们的后腿 这样没了跳跃能力的青蛙 无法再逃跑 随后是美味的炭烤晚餐 清晨在荒野中迎来新的一天 那清澈的山泉里还有 另一种不可错过的美味 那些西鱼小得可怜 想抓它们可不简单 得靠真功夫和野外经验 找一种特别的树皮 这树皮稍有毒性 托尼得小心分辨 终于在河边 找到了那种树皮 割了足够多的树皮下来 走到河的拐角处 在岩石上使劲敲打 要把树皮里的毒液完全炸出来 在溪水里冲洗 毒液流遍四周 接触到毒液的小鱼 马上就麻痹了 敲了半小时 托尼抓了不少麻痹的鱼 这些鱼虽然只有丁点大 但味道鲜美 肉质鲜嫩得很 这树皮你们猜是啥 露营结束了 托尼这次真的静下心 开始盖一座全木屋 挖了四个深坑 放好每个承重中 标记好孔洞位置 全靠木匠技术 用毛笋结构固定 只有一把斧头 对它来说操作非常难 在这么厚的木头上打孔 得有非同寻常的耐心 反复敲打多少次 终于把四个角处立好 横梁已经穿好 还得用木鞋填缝 才能确保结构稳固 顶部也得这么处理 四根横梁全部穿插固定 木屋已经有模有样了 两块木头拼成 到V形屋顶 这样不仅让房子更立体 还能让空间感觉更开阔 比起屋顶地板简单多了 先量好尺寸准备材料 明天接着赶 因为夜已经悄悄来临 托尼此刻在呼呼大睡 但还得做件事 用火把光照 看探野猪怎么样了 里面有支怀了运的母猪 得时不时照顾一下 地板材料得赶紧找 那片茂密的竹林 不光能找到建房材料 还有野味可秘 那些巨大的竹笋 托尼得砍几个回去 当然主要任务不忘 先把竹子弄回营地 采好的竹笋 一堆成一堆 四周点起了火 等火忘了 竹笋就能靠水汽蒸熟 包掉壳 切成片 晾晒成笋干 方便存放 吃起来也便捷多了 直接扔锅里炖 加点熏烤鱼 鲜花美味极了 味美又营养均衡 把粗壮的竹子切好 从竹节敲开 用树干捆扎做基底 竹筒平铺 就能铺出天然地板 这么有格调的小屋 必须配个好看的玄关 选个好位置 确定合适高度 把旧木板重新拼凑一番 功能多多的台面 就这么轻松完成了 不过屋顶的事情 要小心一些 毕竟安全措施一概无 都得在基米高的空中操作 一根接一根固定衡量 一切进展顺利 看这屋顶 既美观又牢固 屋顶用的材料 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得爬过岩石峭壁 才能找到 这棕櫚叶晒干后 也不会开练 收集够了材料 然后用竹节 一片片编起来 巧的是 托尼刚铺完屋顶 本是晴空万里 转眼就下起了大雨 正好试试屋顶防水怎么样 雨过天晴 现在只剩墙壁了 托尼本能选最简单的竹片 进行下一步工作 但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还是想用木板来建 没工具的他 又是一场漫长的木头分割 一刀一刀细致加工 经过两天的努力 终于弄到了光滑的木板 最后就是拼接 先用四根木头做机 用夹子把木板整齐排列 下半部的密封保证 夜里冷风 不会直接吹进来 尚不故意留的缝隙 确保室内通风良好 加上两侧的大窗户 视野宽阔同时也方便 遇到紧急情况 能快速逃脱 所有建设终于完成 不过托尼 还打算再加个豪华楼梯 托尼一路走进丛林心里 想着找到些好材料 没想到路上 竟然有个意外的惊喜等着他 地面上到处都是被刨过的痕迹 那味道 嗯 肯定是野鸡的杰作 老样子 开始设陷阱的时间到了 藤条 当然是用来做陷阱的好材料 树枝来一点弹力 在机可能会晃悠的每个角落 五个陷阱迅速搞定 陷阱设好了托尼回家 接着坐楼梯 找了两块天然的原木 在同一高度凿了洞 把木板整整齐齐地放进去 这造型太赞了 要是能喷点油漆 保证随便哪个店 至少得花八百块才能买到 这证明了托尼再荒野的建造技巧 玄关这块 还得再精细点 安装个合适的扶手 不仅利用了空间 还让整个入口 显得更有层次 这木屋 说是别墅都不为过 可以说任何一个男人 能独自完成这样的建筑 那肯定比求婚还要震撼 一夜过去了 快去看看陷阱有没有动静 第一个陷阱啥也没发生 第二个陷阱发挥很好有收获 一只已经挂了的野鸡倒挂在上头 腿被藤条绑得死死的 头上的羽毛不翼而飞 看来是陷阱触发后 遭遇了别的动物的袭击 这命运真是够惨的 脖子都快断了 托尼倒是不在乎 这么些天都没吃到野鸡 现在正好解解馋 继续检查其他的陷阱 剩下的陷阱都没事 剩下最后一个陷阱时 好戏又上演了 又抓到一只母鸡呢 还挺精神的 看着还挺不错 托尼乐坏了 自家养鸡队伍要壮大了 毕竟刚抓到 先关小黑乌鸟 那只倒霉的野鸡 就没那么幸运了 准备上锅了 切成大块 扔锅里去 加点笋干 鸡笋双香嘛 蹲个半小时 鸡肉超有劲 还有那鸡汤袜 新居艳客正合适 这才叫庆祝搬新家 荒野便假期托尼能行 新的一天又开始 托尼又要进灵了 这次有伴来 是去搞树种的 找了棵成熟的橘子树 一个月前 他刻意剥了树皮 周围还赔了土 现在根系旺盛 镜头前头一回秀这招 大树是搬不动 但这招也行 从大树上弄点可种的嫩苗 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 砍掉就树干 把新干好好包起来 搬回家种 用同样的手法 即便一棵树 也能让果园慢慢来 记得那藤条项圈吗 现在烤得挺结实 把竹片编个平面出来 这样就能做个 可以动的板凳 做饭时候 也能做得舒服点 当然忙里总有忙外 一件事刚完又一件事 自家的窝终于好点了 野猪的猪圈 当然也该羞羞补补补 尤其是那只怀孕的母猪 得单独隔离 好好照顾它 就在猪圈旁边 托尼得给它 弄个舒适的单间 挑的全是结实的石木 不仅耐用 而且稳固 把怀孕的母猪搬过来 都是为了它好 让它将来生载更顺利 照顾好每一头母猪 也得重视它们的住所 它拆了原来的围栏 捡了些粗大的原木 用了点开山批石的技巧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托尼弄够了 重建猪圈的材料 经过牢固的捆绑和固定 新猪圈终于搭好了 新设计笔 原来合理多了 加固横向 还让猪看得远些 猪圈通风换气也好多了 这下三只野猪 从家人变邻居 但另一边的小猪 显得有点孤单 不知这会不会 给故事添点料 但现在谁也说不准 既然猪圈新了 鸡舍也不能落后 先编个半圆形的鸡龙 把前两天捉的母鸡 单独隔离 它还没和其他鸡混熟 放了可能就飞了 孵出的小鸡也越来越多 这节奏下去 荒野求生也就告一段落了 自家养的鸡足够供应自己了 现实中都能买别墅了 这次重新搭的鸡龙 空间整体放大了不少 连造型托泥都精心设计了 用心改进了不少 先得准备足够的材料 还是选用原木 照旧步骤来 先把木板 披成差不多大小 最后细致地打磨光滑 虽然用了整整一天 但材料都准备齐全了 新鸡窝就建在旧机舍旁边 先把角柱埋到足够深 衡量捆绑的牢固 这框架特意腾空设计 托泥特别加固了 机舍顶托泥 用了一小时固定 顶部已经固定好 接下来就是墙壁拼接 把平滑木板固定在地面 保持木板间距一致 上侧靠横梁的部分 用竹片再捆一遍 大致造型已经出来了 只差最后的装饰 特意设计的腾空结构 用竹片封 逼成上下两层 把机舍设计成富士 这么高规格的机舍 能完全展示托泥的用心 屋顶防雨也用了 和木屋一样的材料 完全晒干 也不露雨的芭蕉扇 精细编织后更加立体 机舍设计更立体了 二层阁楼也有了规划 托尼早就打算好了 放置产淡的机窝 给母机最舒适的环境 猪圈机舍都兴建好了 托尼还得为秋收做准备 为秋天的工作提前准备 找来一根粗壮的树干 起初用锋利的刀子 慢慢挖空中心 随后倒进滚烫的炭火 拿竹筒猛吹住火室 烧成一个通透的大洞 练了两小时的肺活量 终于把捣鼓工具做好 接着搬来一根长木头 两边修成方形 在预定位置钻个洞 把削好的木桩牢牢插进去 这就是利弊的固定点 在长木的另一端 安装上重重的垂头 这台半自动捣鼓器就完成了 现在纸袋装好 一套全新设备就绪 旁边挖个深坑 埋上分叉树枝 这是为了固定利弊 在捣鼓柱下方挖洞 埋上烧空的木头 实际操作时 轻轻一踩 木桩的重量会轻松 碾碎坑中的食物 将来有了足够的稻米 托尼也能轻松应付 忙了那么多天 怀孕的小野猪得好好补补 该摘南瓜了 还得拔根芋头 这些平常都是饭菜 现在得给未来妈妈补充营养 芋头蒸上 南瓜切开 先把南瓜子挖出来留作种植 剩下的南瓜肉全都切碎 这一大堆足够三只野猪享用 煮熟了 倒进猪槽 托尼这时候像极了骄傲的老爸 满脸笑容 看来他们的关系现在好极了 托尼似乎在期盼小猪快点来到这个世界 到时候他的养猪规模就能大展拳脚了 新的一天先从喂鸡开始 把南瓜切成小钉 走到了鸡舍边上 呼唤鸡群来吃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托尼说话 我之前还以为他不会说话呢 可这些鸡似乎都不知道夺哪去了 托尼似乎并不太担心 他还是得忙他的 阳光不错 微风很舒服 凉爽的一上午 要抓紧时间赶做女针 用来编织的材料越来越细了 还特意做了一些细竹针 看来托尼的手艺在慢慢进步 在这次荒野生存中一点点进步 他也一直在学习和尝试 时间一晃就到了午后 拿起小竹篮 准备去森林里找午饭 昨天设的陷阱一个没动 看来今天是没肉吃了 但总有办法解决问题 一棵倒下的大棕驴树 这里足够提供托尼所需的蛋白质 砍开坚硬的外壳 树心里面养分满满 常常有一些小东西 藏在里面 那些白嫩多汁的幼虫 就跟我们吃烧烤的餐一样 还有不少已经节俭准备化碟 被树皮纤维包成的小球 只要晃一晃还能听到声音 这说明里面的幼虫还在 托尼一个也不放过 把五米长的树干彻底翻过来 小竹篮塞得满满当当 今天的午餐既新鲜又美味 准备回家 把所有幼虫都丢进锅里煮 水一开就能吃 先倒出鲜美的汤汁 然后一个一个地享受鲜嫩的幼虫 相风一样猛吸 只用15分钟就吃饱喝足了 下午时间还很充裕 闲着没事的托尼继续编织手工 不知不觉间圆圆的 月亮已经升到半空 温暖的阳光带来了第三天的清晨 新的一天托尼又来到森林 他要找点食材给野猪 做盖营养丰富的早餐 一棵生长几十年的棕榈树 想要砍倒它可不容易 拨开一层层坚硬的外皮 灰砍了一个小食材 终于得到这节可食用的部分 百多斤的重量托尼 搬起来也不觉得费劲 毕竟这样的体力全都要归功于 顿顿美味的摄入 用刀一点点劈成碎屑 放入半自动捣碎工具中 一下一下重力敲击 两个小时就能把所有木屑捣碎 不但有利于野猪的 消化还提升了适口性 自家的鸡群也能喂 晒干的南瓜种子已经完全干燥 全部储存在竹筒里以备 以后种植 野猪和野鸡都喂完了 自己的午餐也要解决 还是利用棕榈树干劈成的碎炸 用清水沾湿 双手用力揉压 把里面的白色淀粉挤出来 只需等待自然沉淀 倒掉上层的清水 就能得到白白的淀粉 这可是最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煮熟了 就能给人体提供超多能量 全部放到铁锅里煎烤 等个十分钟 最原始的面饼就做好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脏 甚至让人有点不敢吃 但味道意外的好 很是鲜美 托尼也随性地坐在木屋前 慢慢享受着第一次的尝试 这才是真正的荒野生存啊 看似简单 却能深深感受到那种独自自由的快感 不知不觉托尼已经 在这片区域里住了整整一年 从一开始的空手 到现在积压成群 这一路上 托尼付出了多少汗水啊 曾经荒芜的地 变成了绿油油的菜园 只凭一把刀和坚不可摧的毅力 托尼也建起了好几个坚固的避难所 然而就在这时 托尼突然打算离开 长时间的狩猎已经 对这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 设下的陷阱 越来越难补到东西 继续留下来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 尽管刚见的木屋还狠心 但像托尼这样的浪子 在荒野中 总是有勇气再次出发 一件突发事件 更是让它决定离开 看来自己的鸡群可能已经 成了野兽的狩猎目标 发现一只母鸡在鸡舍边上 虽然还没死 但已奄奄一息 那些已经孵化的小鸡 也都被吃掉了 鸡舍周围一个鸡也没有了 看样子是夜里 发生了野兽突袭的事 托尼环顾四周 试图寻找 看能不能找到动物的踪迹 但一切看起来都太平常了 无奈之下 它只能坐在 火堆边检查母鸡的伤势 但怎么着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下 让它自己慢慢走向终点 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也是对它威胁最大的一次 嗯 真得是时候换的风景了 既然决定要走 得赶紧开始准备 支几个新筐子 菜园里的菜都熟了 这些都是心血来潮的成果 托尼真舍不得就这样放弃 给有合适的工具来打包运走 火堆边的母鸡已经没饮了 把鸡毛拔干净 再来个大扫除 这是它的最后任务了 放在烤架上 炭火烤个几小时 香气四溢的烤鸡 给托尼加油打气 南瓜也长得不错 地里烂的也不少 托尼得快点收拾起来 这南瓜太重了 搬家可不容易 最后决定全喂野猪 留下的种子足够了 不管去哪儿 都能重新种上 牧鼠长得也挺好 接了不少果实 树枝都快承受不住了 有的已经倒下 得用木棍撑着 就让它们自然生长 以后可以回来收 旱道和小米也长碎了 清理下杂草 要把倒下的小米扶正 让稻穗多晒晒太阳 熟了还得回来收 忙活了四五天 这儿的事情 算是收拾的差不多 现在可以正式出发 找新地方了 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 托尼选了这里 树木茂密的平地 这里是建兴家的理想店 首先得画出一个 大概的区域 量一量需要的空间有多大 周围的竹林也能提供不少帮助 这位快速建造提供了天然优势 想要尽快在这里安顿下来 所有基本建设要在三天内完成 还是用四根木桩作为主支撑 屋顶和床的固定 用的是容易处理的竹子 编好并固定开扇 用芭蕉叶完全覆盖屋顶 虽然工期紧张 但整体质量还是很不错 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搭好了 荒野中的竹屋形状已经出来 要把四面墙都搭起来 还需要更多的竹子 托尼在砍更多竹子的时候 也发现了更多有用的资源 周围有很多野果 而且水源也很近 地质比之前的地方更合适 周围环绕着大树 可以提供足够的阴凉 下面还有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 不管是种植还是养猪 养积都更方便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墙壁也都用编好的竹片 稳稳地固定了 累了饿了托尼旧 爬上果树享受美味的水果大餐 房子终于搭建完毕 接着用了整整一天时间 把野猪围栏重新规划 围墙全部用石头砌成 机设建在不远处 仍采用之前的设计 固定好的遮阳和防水屋顶 新家的所有建筑都已经完工 接下来是搬运野猪的大工程 先准备好竹子 把第一只野猪的蹄子全都绑紧 托尼得自己动手干 徒手搬运真不是盖的 那山路又抖又远 简直要把托尼累垮了 当然得找个地方歇歇脚 适时休息是必须的 那野猪一直在那嚎叫 真是费劲啊 摘俩野果硬塞给野猪 确保一切平安无事 第一头野猪终于送到了 新猪圈建得真不错 安全多了 空间大的让野猪爽歪歪 还特别搭了个雨棚 野猪们可以舒舒服服休息 第三头野猪也是这么弄 同样的折腾 三只野猪都到齐了 托尼累得快要虚脱了 但为了适应新环境 必须得先喂好它们 充足的食物是关键 至于鸡 托尼就带了两只回来 似乎误出了什么道理 只要生命能延续 就不怕过不下去 周围的果树多得很 未来的生活有着落了 地上满是熟透的羊桃 我都没怎么吃过 托尼却拿它们喂野猪 看着都觉得有点心酸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活得不如猪的现实 托尼对野猪的照顾 可不止这些 找了根粗树干 描好了大只的形状 一刀一刀劈开 一点一点挖掘 准备给野猪们做个新食草 真是需要耐心 因为直到夜幕降临 都还没弄完呢 黎明时分 终于把工作搞定了 把它搬进猪圈 倒进冰凉的山泉水 野猪的事儿 算是告一段落 当然也没忘记 未及的活儿 拿来一节竹子 把一边削平 只要确保这炎炎夏日 鸡们能喝上水就行 今天的野猪早餐 真是让人垂涎三尺 一棵我也叫不出 名字的大果树 挂满了甜美的果子 托尼又摘了一大栏 先自己尝尝 看着都水灵灵的 吃完后又切了一些碎块 洒进鸡舍里 剩下的全都倒进猪圈 新地方总有新挑战 当然也有新收获 收拾得干干净净 新地方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做几个触发式陷阱 这里的野生山鼠 还傻乎乎的 没感觉到危险靠近 这次托尼要好好展示 制作过程从头到尾 全用竹子做的 大概一米长的竹筒 在一端的竹节上 切出一条长缝 另一侧也一样处理 保证两边连接 在缝隙上方 钻个小洞 穿进一根竹片 这是用来绑绳子的 竹筒另一头 也要开个缺口 竹体的承重部分 就做好了 拿一长竹片 对半劈开 利用竹子的弹性 它可以当作 捆绑用的绳子 安装时 只需把预备好的 竹片穿过 立臂的孔洞 把外侧的两端 交叉起来 捆扎得特别牢固 捆扎用的竹皮 就靠在旁边的立臂上 最后再拿一根竹皮 从立臂的上面 穿过然后缠绕固定竹 长长的竹片 用来当作弹射的动力源 头插在底部的竹节里 另一头用竹皮紧紧绑住 这样一整套的触发 是陷阱 就大功告成了 接下来 就是把它安装在 合适的地方 当然还是要放在 岩壁下的过道上 这里是狩猎成功率 最高的地方 当然一些天然 形成的草洞口 也可以用来放陷阱 因为野生的山蜀 出去找吃的 还会时不时 钻进这些地方 四个陷阱 全都摆放完毕 等待的时间 托尼也没闲着 他的新家里 细长的竹竿 可以当作天然的饮水管 只需要在竹节处 开个小孔 去掉里面的隔层 确保里面能通到底 再把所有竹筒 按高低顺序排好 清凉的山泉水 就能直接流过来 这样一来 终于有了方便的生活用水 用碎石铺一个平台 防止水流 把周围长期冲刷 导致塌陷 转眼也到了晚饭时间 新区域的狩猎效率 果然不错 才布置好两三个小时 陷阱就已经有收获了 一只野生的山蜀 含有能补充身体所需的盐分 烧掉他的毛 捡几个完全成熟的羊桃 在刚建好的水井旁 仔细清洗 羊桃的甜味 混合着鲜嫩的肉香 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 足够托尼吃得饱饱的 而那满是精华的汤汁 也绝不能浪费 难怪别人都是三天饿九顿 他居然渐渐有了啤酒度 吃饱喝足后 再好好洗个臭汗澡 虽然对着摄像机 洗澡托尼 还有点不好意思 但好在他防护措施 做得很到位 当然托尼也不是光顾着自己享受 他爬上羊桃树 摘了一些新鲜的树叶 顺便解决了三只野猪的伙食问题 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了 早点睡觉 有助于恢复体力 第三天的清晨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要前往之前住的地方 虽然又得光脚走很远的路 但这事儿不得不做 之前种的菜园里的芋头 已经完全成熟 有些甚至被老鼠啃了 他要趁今天 把他们全都挖出来 埋在泥土里的这些小果实和根系 只要搬到新家重新种下 等时间一到 他又会有吃不完的存粮 来回两趟终于 把所有芋头全都挖完了 不过现在只能先把他们 放在自己的床上 毕竟还没来得及做储存工具 午饭当然就是谁煮芋头了 有了流动的水井不管 洗什么都方便多了 还有半天时间 托尼决定继续探索周边资源 在菊叶遍地的斜坡上 他发现了很多被刨开的痕迹 通过气味判断 托尼确定这里有野鸡出没 于是 他开始制作专门捕捉野鸡的陷阱 把带插的树枝插进地面 用纤细的藤条做成项圈 盖上伪装用的枯叶 所有有野鸡出没的地方 全都布满了陷阱 就等着野鸡再次经过了 回去的路上托尼捡了线 干燥的竹子和树干当晚上的柴火 他还花了点时间 把干燥的屋顶周围收拾了一下 就在托尼编好 储存芋头的竹框时 突然听到了陷阱被触发的声音 他赶紧跑去查看 第一个陷阱还完好无损 到了第二个陷阱时 他可能太高兴了 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好在陷阱真的被触发了 一只野鸡被拴住了脚 而且还特别精神活蹦乱跳的 他的鸡群又有新伙伴了 在新的地方他也会 慢慢拥有以前那样的鸡群 但是惊喜还没结束 最后一个陷阱也被触发了 又抓到了一只母鸡 这里的资源真是丰富 才半天时间 就一次抓到了两只 看来这片区域的生活会比以前更好 不过刚才摔的那一下 可能扭到了托尼的腰 这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生存呢 毕竟这里还有更多的 动物等着他去发现和狩猎 新的一天又要从头开始 他现在有了流动的山泉 自然要比以前更讲卫生 数数口输出头 男人全世界统一的洗脸动作 女人绝对不会那样做 编好的两个竹框 里面放上干燥的卵草 安置在鸡舍的上层 再用芭蕉叶盖住 造个相对隐私的地方 因为野鸡下蛋的话 必须要有安全封闭的环境 野猪们的早餐 依然让人羡慕 这可是市价昂贵的果子 又是这么一大竹框 全倒进了猪圈 托尼刚回到竹屋 一味不速之客 就粘在了他身上 正准备享受美餐 一只小蚂蚁 得赶紧处理掉 要不然他咬到皮肤 后果可是相当严重 然后他又花了半天时间 编了两个圆形的破解 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 工具来存放东西了 天色已晚 今天晚餐不打算再收敛 毕竟周围 还有很多没尝过的野果 他蹲在树枝上 先补充点维生素 顺便带一些回来 这些果子饿的时候 还能当宵夜吃 第二天清晨 托尼没有像往常一样 进丛林 而是开始收拾 水流下方的土地 用树干当做铲子 花了整个上午 才搞定了形状 他打算在鸡舍旁边 建个鱼塘 反正清田的山泉 水流着也是流着 不如利用起来 把家变成鱼米之乡 树上的猴子 从没见过这场景 被吸引过来看热闹 鱼塘不用挖得太深 只要形成个大挖地就行 竹筒从竹节处贯通 放在水流的下游 固定好出水口 这样有稳定供水的鱼塘 就已出具出行 为了防止暴雨袭击 导致堤坝塌陷 他还特意做了一个排水口 这忙活了一天 该好好犒劳自己了 他又跑进丛林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 什么新鲜的食物 你还别说 托尼的运气真是杠杠的 几只挂在芭蕉叶下的 野生蝙蝠还在做美梦呢 这可是他头一回碰到 找根合适的树枝 小心翼翼地靠近 要是蝙蝠听到动静 惊醒了就糟了 使尽全力 对准地方就是狠狠一棍 还在梦乡的蝙蝠 估计脑袋还晕乎着呢 四只蝙蝠全军覆没 开心的托尼赶紧回竹屋 简单清洗一下 拿出存的芋头 削皮切成大小合适的块 全放火堆上一起蒸煮 这晚餐绝对美味 托尼把大桌子收拾干净 用芭蕉叶做个简易桌垫 焖煮一小时 美味出锅 啃着满是胶原蛋白的翅膀 托尼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这顿大餐足够补充 今天蛙鱼糖耗掉的体力 早早入睡 明天还有更重要的是 浓雾笼罩整片森林 伴随着又一个清晨 托尼趁着凉爽继续 寻找周边可用的资源 天然河道贯穿整个区域 河道旁托尼发现了两株植物 不知道是药草还是能吃的 总之对它有用 砍掉长出的枝叶 指榴根部 这样移栽成活率高 托尼继续寻找 还有没有其他宝贝 远处竹林中 却发现一只小猴子手掌 卡在竹节里 被卡得死死的根本挣脱不了 这小家伙肯定是太顽皮 才把自己弄得这么危险 好在他遇到了托尼 救援行动立刻开始 但得先确定他会不会攻击人 托尼把小猴子从竹竿里解救出来 看着小猴子的左手 已经完全变形了 他急需救治 托尼把树叶碾碎取枝 用其他树叶包裹 包在他受伤的左手上 包扎好了 小家伙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托尼带他到溪流旁 给他喂点甜甜的山泉 旁边有鲜嫩的芭蕉树 托尼砍出树心 给小猴子补充体力 可惜小家伙不太喜欢 看样子得找更适口的食物 科成熟的野山果 托尼咬掉外皮 试了试味道鲜甜 小家伙也很聪明 看见托尼吃了菜 开心地接过来大口啃 回到家中 托尼把昨天摘的山果给小猴子 结果小家伙又展现聪明材质 不熟的山果怎么都不吃 托尼特意挑了个熟的 这才接过来吃 但托尼刚挖的植物还得种 先把小猴子放竹筐里 用波及挡住 忙完再回来处理 不知道小家伙会不会当宠物养 还是像上次一样放生 森林依然被大物笼罩 一栽植物 其实很简单挖个坑埋进去就行 但等到托尼种完回来 回到竹屋的托尼 看到让他怒火中烧的一幕 小猴子竟然自己咬断了榜他的藤条 智商的树叶也被他拆了 看这情形 小猴子应该是逃跑了 而且还吃光了所有 给他准备的食物后才溜达 这真是让人火大 托尼赶紧四处张望 希望他还在附近 可惜找遍了周围的大树和竹林 还是一点痕迹都没找到 看着竹框和波及 托尼又气又无奈 这样的生活还得继续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物理